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不胜高手找到了不是韭菜 建议每周吃三次 朝气勃勃,筋腻足 肾脏是人体内非常重要的内部器官 被誉为身体的先天之本 主要负责储存和纳筋 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尤为重要 肾脏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人体的整体健康 特别是对于家庭的顶梁柱来说 保护肾脏,维持其健康状态,极其重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美食 被称为补胜冠军 它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比韭菜更具有补胜效果 坚持每周吃三次 不仅可以增强肾脏功能 还能够让你朝气勃勃,精力充沛 我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一种食材 被称为补胜之丸 它不显眼,价格清明 却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 那就是黑豆 黑豆准备20克左右 它不仅是中医里面的珍宝 也是现代营养学研究的热点 黑豆不仅能够滋养 发根,让头发恢复自然 乌黑,亮折 还能够缓解眼睛疲劳 保护我们的视力 在中医古籍中 黑豆常被用来补胜 赚养 这一功效在现代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 为什么黑豆能获取补胜之丸的美誉呢? 那是因为黑豆中含有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 对于补胜有奇效 黑豆中的蛋白质、维生素等成分 能够促进肾脏健康 改善肾虚状况 黑豆中含有多种氨基酸和大量的蛋白质 对于肾脏功能的恢复和改善 有显著帮助 此外黑豆还富含丰富的铁子 有助于补血 提高身体抵抗力 黑豆还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排除体内的肺物与毒素 减轻肾脏负担 黑豆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优秀的补胜食物 所以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吃一些黑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来打豆浆 喝黑豆浆 不仅对肾脏有补胰效果 对于三高人群 或者是老年朋友预防老年痴呆 都有一定的效果 接下来准备20克的嵌食 嵌食要买这种开边的 这种容易阻浪 营养物质容易释放出来 今年来嵌食 这一食材在健康养生领域中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它卓越的补胜效果 让很多人对其青睐有加 现实之所以能够成为补胜佳品 得益它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 里面不仅含有铅、铁、微量元素 还有淀粉、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维生素 这些都是维持肾脏正常功能的重要物质 特别是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能够有效地促进肾脏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能让肾脏保持强健与活力 在中医理论中 嵌食也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它为肝、色、性贫、龟皮、肾筋 具有显著的不肾、固筋作用 这也意味着它不仅能够直接用于肾脏 滋补肾筋 还能够通过健脾来间接提升肾脏功能 这种既能够直接补肾又能够健脾的食材 在补肾领域中 独特的被青奈 嵌食的吃法也是有很多的 可以用来煲汤或者是煮粥 也可以用来做豆浆 用清水将黑豆和嵌食 淘洗干净表面的灰尘 再准备食克左右的黑芝麻 黑芝麻不仅是一种普通的调味料 更是一种充满神奇力量的滋补佳品 自古以来它就被视为是长寿和健康的象征 其在食疗和草药中应用着历史悠久 黑芝麻有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健康益处 备受关注 黑芝麻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它的维生素液含量很丰富 这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对抗衰老 保持皮肤健康 有一定的重要性 黑芝麻还具有钙、铁、铭等优势 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持骨骼健康、血液循环和肌肉功能 都是必不可少的 它含丰富的蛋白质 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和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男性而言 黑芝麻被誉为补胜冠军 它不仅能够帮助增强体力和精力 还对男性的生殖健康有潜在的积极象征 对于女性 黑芝麻更是美容的宝库 它不仅能够促进皮肤和头发 健康还能够改善整体气色 总之 不管男女朋友 多吃黑芝麻 都是有很大益处的 黑芝麻要用生的 用清水淘洗干净 控水捞出 也放入锅中 接下来再来准备一小节的铁棍山药 山药是一种常见的食材 不仅有神仙之食的美誉 还有食物药的功效 山药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是养生佳品 不仅味道鲜美 也容易搭配食材 山药有独特的营养成分和健康效益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不仅能够健脾 养胃 促进消化 还能够生精益肺 缓解咳嗽以及肺热 对于那些老年朋友 腰西酸软 体虚多病的人群 多吃山药 更是一味良药 还能够补肾 补肌 在《本草干部》中就有记载 山药能够补充益气 长肌肉 易经血 对于腰酸 背痛 视之无力的人群 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 还能够抗疲劳和调节血糖 那些对于工作压力大 经常加班 熬夜的现代人 适量的使用山药 有提高身体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的作用 对于糖尿病前期或轻度高血糖的人 山药也是一种健康的食材 山药去皮 切片 也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 煮30分钟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 加入几颗枸杞和适量的红糖 搅拌搅拌 让红糖完全融入汤中 融化之后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了 这道黑豆山药汤软软糯糯 非常的好吃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早餐来吃 既有饱腹感又有保健功效 特别是对于肾虚 工作压力大 经常感觉腰虚酸软 精力不足的人 可以经常的煮来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